半封城 如果您身處其中 糧食有限会做些什么 这对慈济志工夫妻王健友 龚秋仙开启了暖心送钱服务 现在在讲的这个姜茶 等一下就送到他们路口工作人员 他们监守在岗位上的工作人员 给他们早上就吃到暖暖的姜茶 眼看村委干部和村民 每12小时轮班驻守路口 夫妻两头一天送了泡面及能量饮 但想着要兼顾环保 之后改为私房好料理 被干净他们手路口的这些饮食 早上煮红枣浆汤 晚上炖药膳腰果汤 还手做杂粮面包 早餐夜宵一手包 把我们这些人保护得非常好 所有烤肉烘掉 刚好这一个口要在我们底下 我们是在家里 待在家里能做一点什么 有意义的事情 做一些面包 熬一些糖 姜茶 开水这些给他们送去 给他们一些温暖 杭州同样封闭式管理 每两天每户家庭 允许一人有限度外出 在地慈激志工 敢用网路关怀照顾户 我们的空间可以有限 但是我们的爱心可以无限 在行中 我们对这个感恩户 我们全部一一打电话 问候他们的生活 生活费是不是有缺缺 那么如果有缺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通过网上的银行 及时地把这个补助金给到他们 那同时告诉他们 在疫情当中 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自身的安全 以及卫生 非常时期 卑制双运 能穿越受限的空间 直达人与人之间 大海新闻 真善美之工 李丹卓 方慈玉 浙江报道